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据Football Italia网报道 祖云达斯主帅埃利尼表示 为了准备迎接打了世界杯决赛的安祖迪玛利亚和爱迪恩拉比奥特回归 祖迹在战术上可能做出改变 并宣示本赛季成绩底线时进入联赛前四 安祖迪玛利亚在世界杯决赛破门 并制造了一个12码 埃利尼肯定很期待这位老将能以良好的状态回归 然而如何把他和爱迪恩拉比奥特放入祖云达斯 现在似乎打得很顺的3-5-2阵型 可能很棘手 埃利尼说 安祖迪玛利亚在决赛中有助非凡的表现 他是一名非凡的球员 因此在本赛季下半段 我们将获得额外的助力 安祖迪玛利亚和里安杜·伯列迪斯知道 在上半赛季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之后 对我们来说他们一定都很重要 我和安祖迪玛利亚谈过了 他和里安杜·伯列迪斯一样都很兴奋 祖迹目前赞列一甲第三 展望下半赛季 埃利尼说 还有重要的五个月时间 我们的最低目标是进入联赛前四 但也要尽可能接近拿玻璃 他们的表现相当不错 接下来是欧洲联赛和意大利杯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